针对金华城案 台北市府目前依法不予金华城施工勘验 形同实质停工 上线用照记者叶峰伟 金华城案出事之后 很多的议员就呼吁台北市长讲完 应该要立刻热令停工 但过去经历过这件事情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他说其实现在北市府虽然没有直接的热令停工 但他们的做法其实跟实质的停工没两样 因为他们不让金华城来进行他们的施工勘验 而目前金华城现在一楼版的 他们的施工精度已经来到80% 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二楼版的勘验的话 他们必须再向北市府申请 但是北市府现在的态度就是不会核准 所以这等于是实质的来停工 让金华城的施工精度没有办法再往下走 那北市的监管处就说了 如果金华城他们没有申报勘验 就施工的话会依法的热令停工 如果不从的话就会移送给检方来处理 但是这样的做法还是有很多议员 他们不胜满意 所以郝龙斌他就说 其实如果这些议员这么坚持 要让金华城停工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自己提出领衔的提案 并做成决议要求市府来执行 让蒋万安有这份决议之后 他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 但是显然没有议员要这么做 那现在郝龙斌也呼吁说 其实蒋万安他应该要及早 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 就是不能让金华城未来成了烂尾楼 中共14号展开了联合力舰2024B 围台军演时间只有13个小时 军演快闪的原因为何呢 再把时间交给丰伟 好 前天解放军队台湾的 这个联合力舰演习 其实从14号上午5点开始 他们的中国海警就已经发布了 这个消息在台湾周边的六块区域 有共击舰 还有包括他们的航空母舰辽宁号 在台湾的东南方来进行移动 也可能是第一次的来参与 这次的力舰演习 那后来呢他们的官号 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那继续从14号的清晨5点开始 当大家都以为说 这次解放军他们要进行 围起可能两到三天的 长期抗战的时候 在傍晚的六点钟 他们宣布这一次的演习 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让大家吓了一跳 他们说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挫败台独 用台独分子听得懂的语言 来让大家知道 这力舰高悬头顶之上 但是就有国内很多的军事专家 分析说这一次的力舰演习 其实他的政治宣传目的 也就是玩一个战略的心理战 他的宣传目的是远远的 高过于军事性的目的 因为其实你在一天 13个小时内的时间 你要真的练到什么 真的很难 所以其实就是宣传的目的 比较高 那前美国国防部的 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 他也说了 其实中国大陆 过去就习惯使用军演 来释放他们的政治目的 而这一次他特别又是 针对新任的总统赖清德 在第一次国庆演说的时候 他所表述的一些内容 所以自然不会进行很长的时间 跟对台湾有胁迫的军事演习 如果你还想要掌握 更多及时的新闻内容的话 现在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掌描镜面上的 TVBS QR Code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